我就死了 五年前我从地球来到这个修真世界 老套的穿越 老套的无灵根无法修炼 老套的系统 没想到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而如今 已经过去五年 可不同的是 完成一千个任务之前无法变强 任务是生活上的合适 奖励是生活可用的物质 全靠系统才能过上如此惬意的生活 我的个鬼啊 这有山野莽夫呢 那我放弃WiFi空调 穿越过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这次任务又是啥呀 给小孩子做玩具 他是哪家夫妻又 套山族 你不会不知道那是管辖附近凡人小镇的修仙帮派吧 这五年来除了不会修炼啥都学会了 我一个凡人要怎么进去啊 难道 你终于要给我变强的方法了吗 男人当自强 实现三个月 若未完成将执行 我就知道 算了算了 这五年来上道皆生 下道给孩子做玩具 什么奇葩的任务都过来了 区区一个加入靠山宗的任务 你就想让我五年的努力全部白费 靠山宗在哪来着 男人当自强 好了 闭嘴吧 我完全没指望你这个股系统 哎呀 迷路了 只要下周下去三个月的时间 别说加入 能不能找到都是问题 这种修仙文派通常都是饮食在山中 凡人生活根本无法打听到 这要怎么找线索 难道 等着从天上掉下来嘛 你逃不了 靠山宗 修仙者 这些修仙者还真是来无隐去无踪啊 才一会儿就不见了 啊 啊 亲前辈救我 哎 前辈 救你啊 啊 靠 靠 他居然被这么多人追杀 姑娘 他们人多势众 你还是快逃吧 前辈 你可怜也没用我 你看那么多修仙者 我就一见凡人 怎么可能打得过 还真有自知之明 哎 什么情况 如有打扰前辈 多有得罪 你们修仙之人都喜欢下跪吗 嗯 主人这一去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我明明是只凤凰 却变成落地鸡的模样 好憋屈啊 这次出门 我看主人收拾了好多东西 就连菜刀都带出去了 为什么我没那个运气啊 我也是 都已经画龙了 还窝在这坑里 那菜刀天天咬喝着自己已经极可难难要去砍人 会不会不受束缚 我看见十八我吓一跳 但我果然没有看错 前辈 并不是寻常的高人 身边竟然有盗子运力营绕 这种围压下 光是靠近都难 本来以为抓住慕容学万无一失 没想到让他遇上这样的存在 太可怕了 只是看一眼就感觉 神魂都会被泯灭 简直就是 我 那个 在 前辈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觉得我们讨厌 我们就马上走 这也太夸张了 明白了 他们其实都是好人 不想对一个姑娘下手 又碍于上面的命令 所以才拿我这个凡人说事 要不你们走吧 多谢前辈 还真是得给个好脸 才 前辈 小女慕容学 多谢救命之恩 仙女 你赶紧起来吧 我什么都没有做 而且你误会了 我就是一介凡人 并不是什么前辈 一介凡人身上 会营绕道泽运力 直接下退四名金丹七高手 不过前辈这么说 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没错 前辈就是凡人 你压得 你这表情是完全没性吧 对了姑娘 刚才说你叫慕容学 是靠山宗的圣女 慕容学吗 前辈认识我 正好 慕容姑娘 我正好有事 要去你们送门一趟 要不一起 我们送门 太好了 一切听前辈的 没想到遇上了大腿 这下不光能找到靠山宗 开后门也没问题了 还能体验一把 休闲者的飞行了 没想到 宗门和这等存在有联系 说不定能赐予我一番气缘 应该还能体验一下 欣人的跨高而行了 前辈 宗门就在这边 是 是吗 那个慕容姑娘 因我一切凡人只能步行 所以你懂的 明白了 那晚辈 陪前辈一起走路 反正失败了 已经观月屋到术月 这平静还是没办法突破 到底该怎么办 本来以为可以被带着飞去靠山宗 结果还是得一步步走 麻烦死了 前辈 有件事情 想让前辈帮忙 没想到遇上了大腿 这下不光能找到靠山宗 开后门也没问题了 还能体验一把休闲者的飞行了 没想到 宗门和这等存在有联系 说不定能赐予我一番气缘 应该还能体验一下 欣人的跨高而行了 前辈 宗门就在这边 呃 是 是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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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慕容姑娘 因我一切烦人只能步行 所以你懂的 明白了 那晚辈 那晚辈陪陪秦碑一起走路 还是失败了 已经观月雾到树月 这平静还是没办法突破 到底该怎么办 啊 本来以为可以被带着飞去靠山宗 结果还是得一步步走 麻烦死了 前辈 有件事情 想让前辈帮忙 前辈 你 你可以帮我吗 慕容姑娘 在壁谷巅峰的瓶颈 前辈一定有办法 前辈 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以往我都是让父亲和爷爷帮忙 现在他们不在身边 只能仰仗前辈您了 这种事情 我一个外人也不好帮你 这样 你先喝热水热热身子 再好好想想该怎么做 我们修仙者定有很多办法的 真的 不行吗 等等 前辈以凡人自居 不想与修炼沾边 而刚才那句话 莫非是前辈在委婉的提点我 喝水 不是关水而物 应当是喝水而物 出货成功了 多谢前辈整点 大恩大德 向你此生难忘 我 我干啥了 咱们还是先去靠山宗吧 终于到了 不会是本地的大宗门 真是气派啊 没想到慕容姑娘就是宗主的女儿 宗门大小姐 难怪连红干衣服都不会 不过这下算是有后门了 哪怕是干杂役也得加入这里 必须完成任务 看不出修为 气质出尘四仙 周先到则运里营绕 还可推算天机 祝你突破了结单 而这样的人要加入我们宗门 如此强大的人物 简直闻所未闻 小雪 你是在开玩笑吧 爹爹 清贤叔叔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虽然听说前辈要加入我们宗派 我也吓了一跳 但人就在门外 不必多说 父亲 您说连点 丁贤兄 请稍等 宝物 待会儿我再来与你研究 我先去会会这骗子 也好 小雪 你刚才说他周深道德运里营绕 难道父亲看不见 不是 你管这叫周深 来了 那就是靠山宗宗主啊 毕竟要求于人 李叔得到位啊 钱 不知前辈 大驾光临 有失愿赢 还妄束对 怎么修仙者都习惯管别人叫前辈啊 而且你们俩都这么叫 对分不是乱了吗 前辈以凡人的身份修心 所以爹爹你最好别提太多修炼上的事 脸的惹怒前辈 可这 没办法看成凡人啊 前辈若不嫌弃 叫我小海就可以了 小海又是什么鬼啊 听说前辈想要加入我们宗门 算了 没错 如若不嫌弃 我想留在贵宗 哪怕是杂役也可以 不行 爹爹你疯了 为什么他比我还急啊 从今天起 退出宗主之位 你以后就是我们考山宗的新宗主了 你还真是吗 不行 绝对不行 我怎么能当宗主呢 大意了 看来前辈事先职位不够啊 这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再客气了 不客气 不会是要赶我走吧 那让我可就泡汤了 前辈 我带我父亲做决定 让他退出宗门老祖之位 即刻起 您就是我们考山宗 唯一的老祖 你还真是大孝子啊 跟修宪者交流 都这么困难吗 虽然不能修炼 但我还是听说过 宗门那些事情 就一个凡人 当个弟子恐怕都没资格 还让我当老祖 怎么办呢 得想个办法 好生劝劝他们 那就这么定了 从现在起 您就是我宗老祖 哎呀 光顾着说话 让前辈在这里 站了半天 实在是失礼 快进店里上座 爹 清贤叔叔还在店内对吧 之前你和清贤叔叔 都是那般态度 清贤叔叔不知情况 突然对前辈不敬的话 我怎么把这场给忘了 你陪着前辈 我先快步进去 你父亲内急 大概是吧 清贤兄 云海兄 门外的骗子 已经赶走了 万万不可以这么说 前辈 小雪没有开玩笑 前辈实力不可预测 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待会儿千万不要补静 此人现在 是我宗老祖 前辈 前辈 老祖 连你也给欠了 不必多言 我倒要看看此人 究竟有何种手段 啊 不知前辈 大驾光临 又是远迎 还望恕罪 哈哈哈哈 云海这家伙 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搭上了 这等的存在 你们到底 剩多喜欢下鬼啊 还是说 这是修心者之间的礼数 我是不是也应该跪一个 万万不可 你们是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前辈 这是我幻月松弟子路上所遇 此物材料未知 内不中空 我和云海合力 都无法将其打开 恐怕里面藏有好东西啊 什么材料未知啊 就是普通的木头啊 里面也没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吃的 啊 前辈您的目光 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哪有这种本事啊 这东西就是我做的 给小孩做玩具 这也能算得上任务啊 找块木头做鲁班锁吧 不过机关似乎被弄换了 是要换个方法打开了 我找找 找到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等未射力 世间的宝器远不如此 传闻的仙气也没达到这种地步 那把刀莫非是传说之上的神称 打开了 这难道是 法则之间的碰壮 你们躲那么远干嘛 过来看看吧 前辈 这是何物 糖果 糖果二爷 本来是个小孩子打开玩具的奖励 给你吃吧 糖果 可灵力如此强盛 我 进击了 从结丹一层 直接到了结丹十层 人长得美 身材又好 这样一个美女居然因为一颗糖要嫁给我 那才有问题吧 慕容姑娘 不必 我也没做什么 以身相许什么的就不用了 更何况你父亲也不一定会同意 前辈 以身相许是最好的报答方式 她的问题都是你遗传的吧 慕容姑娘 我只是一件凡人 不能因为一颗糖就耽误你 你明白吗 那前辈来到靠山宗室 总需要人服侍 让我当您的侍女如何 真的不行吗 真的 喂 你倒是管管的 不是说好 让小雪给我当儿媳妇吗 现在你不阻止 还挺得意 有本事你跟前辈抢啊 如此大腿不抱 简直有为天理 更何况 这是小雪自己动情啊 那是动情吗 你们明明是蝉千辈的身子 真不知道靠山宗走了什么狗屎运 能将这位大神留在宗内 小雪不仅突破还连升十几啊 如果是我儿子撞上的这机缘 该多好 我儿子也挺帅的 如果也能以身 你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我会突然感觉背后一凉呢 就这样吧 先把我放开 真的 太好了 别抱了 快把持不住了 莫名其妙地为宗主 推上老祖的位置 宗主女儿又莫名其妙成了我的侍女 那是一个正常人吗 好的 就顺利完成了 对了 宗门老祖平日里需要做什么吗 前辈无需做什么 当宗门需要做某些重要的决断 或者遇到无法解决的困境时 才需要您 既然如此 能不能请几位带我飞回去 想要飞就不能暗示这群人 得直接说 前辈 按您的要求 我们到了 虽然顿光而行 眨眼极力 在前辈眼里 恐怕迈入贵宿 难道说 耽误了前辈时间 可惜速度太快 完全没有飞行的感觉 算了 光顾着小事情 既然来了 就请来喝杯茶去走 幸好前辈没有怪罪 没想到 前辈的住所如此 清闲 要不 我在宗门内 为前辈安排一处 上等的住所 不必了 其实我更喜欢 这样的生活 而且家里还有鱼和院 你们怎么了 没事 就是突然有点喘不过气 对 没 没事 那你们先参观一下院子吧 我去给你们泡茶 别 前辈 混蛋了 长这么大 哪里见过这场面呀 盗泽运里营绕的桃树 盗泽运里营绕的鱼塘 还有 盗泽运里营绕的公鸡 甚至 盗泽运里营绕的扫帚 整个院子 都是这样 这些都是什么宝贝 前辈居住的地方也 太恐怖了吧 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慌 淡定 说不定 是前辈 在考验我们 撑住 一定要撑住 可这 谁 他妈撑得住啊 父亲 我 我快撑不住了 应该是前辈下令 喝住了他们 别待在这儿了 我们赶快进去吧 前辈 我们进来了 不好意思 何太急被呛倒了 参观完了就随意做吧 茶缸泡好 你们 这是在院子里运动吗 我这院子又不是所长 就算跑了几圈 也不至于这样吧 莫非 是 算了 给他们捕捕吧 请吧 尝尝我泡的如何 这茶 蕴含的倒影光泽 竟如此庞大 另外这个茶壶 又是什么 级别的宝贝 不清楚 但应该不比前辈 那把菜刀底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至于 这茶 灵根在拨动 灵根是每个修行者的根基 灵根的极点 就决定了灵气吸收的速度和精纯度 而我仅是闻了下茶香 就让您根提升了一番 最后要是喝下去 怎么了 不好喝吗 前辈 我还要 你们都酒喝了 看来确实很需要 前辈 我还要 你们就不嫌憋得慌吗 五十半月的存水都喝过了 已经没水了 没水了 前辈 我这里还有 给我出去 喝多了对你们身体不好 都回去吧 该干嘛干嘛去 紧禁前辈教会 我要教会啥了 终于走了 唉 去山上买菜吧 快饿死我了 一日当跑 这是顿目献照 此刻观日而悟 正为何处 有六成的机会突破平静 到达分神级 何欲不可求 千万不能够 爹 我回来了 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 要告诉你 你好像 有点不高兴 好消息 我这儿 是有个过于你的恶号 很开心是吗 好消息是吗 别打了 爹 我修为 我上辈子跟你有仇是吗 你爷爷 好像很不开心 大概是吧 爹 我打得轻了是吧 你别生气了 我们总抱下了一条大腿 有前辈帮助你 这突破 孙逸致己 除非仙人下凡 点化我 否则 来个大城区 也不能帮人突破平静 刚才我那绝好的机会 就是被你给破坏了 爹 你不信是吧 要不 我们打赌 敢不敢 有何不敢 你们能找个合体器的来 就算你赢 好 我赌一万零十 我也来 我也赌一万零十 嘿嘿嘿 我赌一千零十 这些几乎是他们的全部身价了 居然敢全拿出来赌 不会是真的吧 怎么 不敢了 没大没强 对路 到了 就这儿 爷爷 小心说话 没错 千万别说错话 而且前辈 把自己当成一介凡人 再次修心 我倒是要看看 千万别提修炼的事情 你能找什么求 这 慕容说说 爹 这他娘的还真是仙人住所 光是威亚就让我动弹不得 这些东西 都是什么功夫存在 菜刀住手 幸好停下来了 可吓死本机 爷了 刚才那人是前辈上次带的那把菜刀 菜刀 难道 这是麒麟 凤凰 这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 而且我没见过他 看了他应该没事 凌智如此之高的凄灵 那只能是仙气啊 而且他叫这只鸡是 疯狂 这老头一看就是傻子 你砍傻子不怕把自己也变傻吗 好像有一点点道理 你给我老实点 不然就算是变傻我也要砍了你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多谢神兽相救 大恩大德 莫痴难忘 爹 你现在纵该信了吧 什么时候给零食啊 你蹲下来点 什么 你爹我差点死了 你还在这幸灾乐祸 爷爷 前辈看样子不在 您先忍忍吧 前辈回来 你应该就可以起来了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我可不想再泡茶了 要不出去躲躲 前辈 你终于回来了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前辈 我爷爷他 你爷爷 莫糟 慕容许的爷爷 那岂不是靠山宗真正的老祖 怎么会跪在我家院子里啊 这样的人物我可都对不起 无论发生了什么 得先赔罪 爹 前辈来了 他四周用着道子运力营绕 您第一次看见 待会表情记得收敛点 前辈 你管这叫四周 实力越强 看见的就越多 见过前辈 北风够乱了 前辈快请请 再下一件凡人 当不起你如此大礼 尾压消失了 能让如此灵智的信物顺从 果然是先人 而且跟云海说的一样 前辈把自己当作凡人修心 前辈言重了 您叫我小公或者公老都可以 可万万不能再叫我前辈了 我实在受不起啊 那我以后就叫您公老吧 又有达车了 这次就不可缠了 大伙吃顿饭如何 全听前辈安排 爷爷 只欠你们钱吗 怎么都臭着个脸 虽然确实欠着 那些零食我回去汇给你们的 这次的确是我猜错了 我们是在乎那些零食吗 我们只想喝茶 喝茶 自己倒就好了嘛 前辈应该不会那么小气 好强的灵芽 莫非这也是仙气 爹 也就你敢伸手去碰这些宝贝 自从我们进屋后 动都不敢动 日到还不早告诉我 有你这么坑爹的吗 这辣椒可真够强人的 这炒的是什么 好香啊 这火 突破了 对 仔细闻 这不是简单的香气 而是精纯的灵气 这到底炒的是什么灵丹妙药 光是香气 就有如此精纯的灵气 那待会儿断上来的菜 你们尝尝菜的味道 不用客气 我去把米饭拿出来 好的前辈 我们绝对客气 为什么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幸好这次饭煮得很多 你们谁要米饭 你们这辈子是没吃过饭吗 酥茶淡饭也能吃得像饿死鬼投胎 修仙的人生活也太惨了吧 姑娘 你倒是注意一下形象啊 他们刚才连盘子都舔烂 多谢前辈款待 不 不客气 终于突破了 本以为这出窍巅峰的瓶颈会伴随我余生 直到一遇而终 没想到 仅有一顿饭就突破了 还晋升到了分身二侧 前辈 此饭机缘时乃大恩大德 在下莫尺难忘 机缘 难道跟和尚说话 原是一个意思啊 小小机缘不足挂持 那我们王后有口 就多来和前辈一起吃饭 你们还是修炼之吧 爹 那种话你也能说得出口 会不会太不要脸了 你这才叫不要脸 怎么跟我说话呢 刚才就是没办法 太激动 一不小心就说出嘴了 但前辈神通广大 怎么可能因为这点小事生气啊 我可是一口饭都没吃到 还想天天来 你们是魔鬼吗 前辈让我们去修炼 是在提醒我们 这贪婪等级提升 不去稳住修为根基 这样获得的实力 形同虚设 明白吗 看你们是真的欠扁了 爷爷 我明白了 还是孙女儿好 你最好只告诉你父亲和你儿子 如果太多人打扰到前辈 恐怕会惹得前辈生气 明白吗 清闲 清闲 谨记 切勿回宗门 切勿回宗门 父亲的声音 你父亲 难道是 谦于密音 没错 这是我宗最紧急的联络秘法 一旦使用就说明 遭遇了灭宗之难 你承受风 对我双腿之时 可曾想过 我有突破至分神异村的今天 你全宗上下 给你陪葬 你 藏害叶村百姓 人人得而助之 我只恨 当时没有将你直接斩杀 哦 你不怕死 死又何妨 天有我换月宗 相儿今日不在宗内 终有一天 能为我报仇 爷 我回来了 你回来干嘛呀 干碗饭呢 我不是密音 让你千万不要回来吗 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身为宗主不回来 实在说不过去 而且 不过就是个分神一层嘛 不过 就是 张绍峰 我看你儿子是傻了吧 真当分神妻 是每天吃饭 就能突破的白菜 你要是能叫个分神妻的来 我当场叫他爹 你说谁是白菜呢 你 你是谁 说是你爹 是侮辱了我的怪孙女 那是 何方神相 呃 那个呀 是慕容叔叔 形同虚设的实力 哈哈哈哈 痛快 你什么时候 得罪一个分神去了 还好我来得及时 慕容公 还真是你这老家伙 你这身修为是怎么回事 这 就说来话长了 前辈的事 他决定不信 正好姐姐跟他打赌 把之前说的灵石 引回来 其实 在我宗门管辖区内的一个凡人小镇里 住着一个仙人 那仙人浑身盗泽运里铺满天际 恐怖如斯 我在他那里 吃了顿饭 就从出窍巅峰突破到了分神二层 这 原来如此 快带我去见前辈 我说的这么玄乎你也信 难道你就没怀疑我是骗你的 不可能 清闲实力也突飞猛进 他有多废物 我还能不知道吗 更何况 我与你多年的交情 我不相信你 又相信谁呢 我这是亲生的吗 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实不相瞒 那位前辈夏凡 把自己当作凡人修心 我们刚从前辈那里获得机缘离开 这又上门打扰 不太好啊 干嘛这副嫌弃人的表情啊 你这才是在骗我吧 说好的多年交情相信我呢 这是什么声音 地震 这是什么声音 地震 不对 有股很强的灵牙传来 灵牙 那个方向 是前辈所住的位置 去看看 说不定能赶上前辈家晚饭 晚饭 我呢 带上我呀 这里 就是前辈的住所 没错 关门紧闭 前辈应该是出门了 看样子是吃不上前辈家的晚饭了 你怎么老是惦记前辈家的晚饭 但刚才发出声音的就是这密洞 怕有整个城镇的大小 密洞之后便是密境降临 这么大的密洞 恐怕就是包括下面的城镇都会移为平地 是前辈的手笔 不可能 前辈以凡人身份修心 一直没有动用过修为 而且前辈绝不会做如此残忍的事情 走吧 待在这里也无济于事 趁还有时间去镇上能救多少人救救多少 说得没错 那是 龙 我没有看错吧 没有 但如果我告诉你 里面还有一头凤凤啊 凤凤啊 凤凤 能让龙凤一起辅佐的人 那岂不是 先帝 终于逃到凡间了 该死的 血月宗竟然想让我认主 我呸 虽然在传送阵里被乱流重伤 但我灵体未损 囚禁之仇 他只一定百倍奉还 这里怎么有一把剑啊 凡人触碰了 必将被我的灵气粉身碎骨 就怪你自己运气不好吧 我去啊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这人 到底是什么怪物 运气不错 带回家吧 漫天全是盗责运力 我打通的不是前往凡间的通道吗 还会自己逗 难道是一把高级的法器啊 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卖 你礼貌吗 像我贼仙界一世英明 多少枪者想让我认主 一想到现在落到这种地步 这是草药 大部分都是普通药材 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瓶领药 再加上刚才他也看不出我的等级 我懂了 他只是个凡人 我身体重创丰锐骤减 所以他才能拿起我 刚才看见的也不是什么盗责运力 应该是视觉错觉 这里还是凡间 闭嘴 龙 这么厉害 别动 是的大佬 是的大佬 没问题大佬 啥也没有啊 我没看错吧 这把猪头居然是神器 就在前方 快 不对 别快了 停下了 黑洞 光柱 那不会 就是所谓的秘境吧 新体型 任务应该没有这么快发布吧 等等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解决那道光柱吧 抽取次数 啊 想起来了 是上次任务完成了的抽奖 这抽奖一开始我还挺兴奋的 但后来发现只能抽出日常用品一类的 完全没用 就一直忽视了 哎呀算了 随便抽吧 幸好不是跟光柱有 抽取完毕 已确认 抽取完毕 李小 这次抽得倒不错了 正好上辈子学过 回家有机会试试 我 又来一个神 正好上辈子学过 回家有机会试试 我 又来一个神器 随手拿出的就是神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幻觉 啊 累死了 先去洗把脸吧 这又是生火鬼 整个屋子里都是神器 我在仙剑摸把滚打几千年 也没见过这场面呢 而且外面那颗逃出是什么鬼 奇迹简直比仙帝还强 还有那只公鸡 和吃他一个公鱼 鸡蛋都能不过小小百倍 这垃圾玩意儿 主人讲回来的 没错 你开始这楼一叽叽歪歪 说个不停 要不是怕被主人发现 我真想直接毁了他 在主人面前还敢说话 要不还是毁了吧 大老 小弟不懂规矩 大老们别这样 我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这也太硬了 也是了 这是仙人的秘境 就连我这分神二层也无能为力 没有入口 光珠又久居不散 莫非 王命雨才能开启 那这可就麻烦了 要不找前辈帮帮忙 我知道你想见前辈 但这么大的动静 前辈肯定知道 没有出现 就是想让我们自己解决 别打扰他修心 等等 说不定前辈待会儿真的会来 这话怎讲 烦死了 功劳他们还没解决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谁能让这鬼秘进行下 还得我来 来了来了 那就是仙辈 菜刀 慕容公 你丢住自己干嘛呀 尴尬 想不到凡间间出现了这等敲鱼的东西 再先进手游吧 有趣 有趣 不过可惜 在本刀也面前 一九一刀 看来是我想多了 原来这么乱 你丢住自己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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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乱走 你丢住自己干嘛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 入国的仙人 仙人 仙人 难道那么大的秘境 都是用来求困他的牢笼 哟 这不是你心心念念的仙人吗 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想见的是前辈 不是要我命的仙人 爷爷 没办法 在仙人面前 我们连逃跑的资格都没有 只有希望菜刀前辈出手了 会 下面的抱上龙来 杀 杀 杀 胡子念力 只取一个仙人境 爷配在本刀爷面前叫小弟 告诉 即便是仙帝级的垃圾了 都得管我叫爷呢 仙帝级的垃圾 那前辈 到底是什么级别 我倒要看看 你封魔之前是怎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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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里就招给你们了 不准对任何人说起发生了什么事 不然你知道后果 明白吗 在下明白 看样子 前辈是想见那个疯女人 应该是想调查清楚那疯女人的身份 毕竟打扰了前辈修心 我们也要全力隐瞒 不能让更多修炼者前来打扰到附近的宁静 小雪 你吩咐下去 让所有弟子把刚才的事全部烂在心里 要是谁敢把这里的任何事情说出去 直接仗毙 出逃者也会追杀至天涯 小雪明白 但 这好像 瞒不住吧 你把他带回来干嘛 刀叔 他就交给你了 我先回去了 我 这 好一个狠人先尊 竟然对一个六岁女还下如此狠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人类 霸天仙帝的女儿苏灵 好 好可爱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你的家 从现在开始 你管主人叫哥哥 我有预感 这下霸天仙帝绝对坐不住了 是谁破坏了我亲手制造的秘境 还让灵儿恢复了灵芝 我的女儿 爹这就派人去找你 来人 在 传令下去 命天晴所有强者 即刻下凡寻找我女儿的踪迹 祝我找回女儿者 我赏她永世富贵 与我共享这片天地 是 这年来还是第一次睡到这个时候 都怪昨天晚上那个秘境一直吵 我 睡会儿 哥哥快起床了 哥哥 太阳都晒屁股了 哥哥 小妹妹你是谁啊 怎么回到这里啊 我叫苏灵 这里是我家啊 这里 意思是 这小镇 可是这么可爱的小女娃子 我住了五年不可能没见过呀 苏灵是吧 那我就叫你小灵儿了 哥哥带你去找父母好不好 好 你可要跟紧我 别再走丢了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 到镇上再给我指你家的方向吧 嗯 嗯 嗯 我都都在做丢了 这里 这不是我家吗 我们是又绕回来了 小灵儿 你还记得父母长什么样子吗 嗯 嗯 不知道 但唐瘦姐姐 哎 疼 小灵儿 你没事吧 苏灵应该是和家人一同路过情缘症 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自己走丢了 然后摔到了脑袋 才导致记忆错了吗 这下可能办了 哥哥 你是不想要灵儿吗 哎 嘿嘿 怎么会呢 那就再是多个妹妹吧 以后灵儿的父母应该会找来的吧 前辈 在家吗 哎 你们怎么来了 哎 前辈啊 这是我的朋友张绍峰 想当面谢过前辈 所以带他来打扰一下 见过前辈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果然 跟慕容公说的一样强大 不对 是带着他一起蹭饭的 哎 哥哥 他们是 前辈 这位是 这是我妹妹苏灵 十二岁 跟我一样是普通人 普 普通人 慕容爷爷好 张爷爷好 这小姑娘看上去比雪儿小不少 即便是王城最年轻的天才也没有这种实力 恐怕和前辈一样也是仙人吧 可一想到是前辈的妹妹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兄妹俩都空不如斯 他们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啊 你们先进来坐一会儿吧 幸好你们只来了两个人 剩下的菜应该够吃啊 不敢不敢 我们怎么好意思在前辈家冲饭呢 闭嘴 我们全听前辈安排 来都来了就别客气了 你们先随便休息一下 哥哥是要做饭吗 那让我来坐吧 没想到灵儿还会做饭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对了 这次有小孩 你们吃上住一点 别带坏孩子 是 你们之前到底在前辈家做了什么呀 而且居然还来前辈家蹭饭 你怎么好意思呀 有本事 待会儿你别吃 这香味 做好了 这是什么天才地宝啊 多谢前辈款贷 一盆米饭又给干完了 你俩是魔鬼吗 虽然很不甘心 但里面厨艺比我好太短了 简直就是大厨的水卷 夏灵儿 你跟谁学的厨艺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发现自己好像会做很多菜哦 很多菜 也就是说不用一直吃我只会炒的那老三药嘛 这妹妹会要定了 吃鸚啊 虽然对不起主人 但这才叫做饭嘛 菜刀要不你跟桃树说说 再给鸣儿记忆多加几道封印吧 终于突破了 真没想到吃一顿饭就突破到了分神起啊 不光能提升等级味道也是一级棒 鸣儿长得可爱 出意高超 实力超群 我孙女样样都比不过 只是羡慕嫉妒恨的 前辈 让我拿慕容学跟你换鸣儿好不好 你吃饱了车呢 在这说什么胡话呢 谁在骂我 话说回来 这么重要的事情 风行和银儿都跑去哪里了 前辈 让我拿慕容学跟你换鸣儿好不好 你吃饱了车呢 在这说什么胡话呢 谁在骂我 话说回来 这么重要的事情 风行和银儿都跑去哪里了 这么快就到了 小雪 我来了 公主 好久不见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还真的我会说话吗 就没看到表哥我吗 你怎么跟着来了 又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小青 您这家会远点 公主 别听这小样的骗子胡说 其实我挺不错的 你长大了还真是硬气了 信不信我像小时候一样欺负你 那时候你修为高 确实打不过你 不过现在嘛 有本事你试试 原因八层 怎么可能 你是怎么办到的 毕竟你这杰单五层的王国三大天才 怎么样啊 小雪 你这身修为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跟那道建光有关 建光 没错 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 那时我正和父亲去外地参加拍卖会 晚上时 我在阁楼顶欣赏一座山峰 据说那座山峰是当地的名圣 有着数不尽的天才地宝 也是那座城市发展的一号 突然 一刀刀忙活山东路 那建光 恐怕是某位强者修炼武技是打出的 误误了无数山峰 而且去世不解 很多修炼强者都追寻你到建光找到了这里 其实 那个不是建光 而是当光 你果然知道 小雪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别让这只癞蛤蟆偷窦 别这样表妹 也得上表哥呗 先人前辈 茶水可以提升林根等级 饭菜可以提升修为 完全忘记了要保密 还有这种强者存在 小雪 你没骗我吧 当然不会骗你 我这就带你去见前辈 好久没吹过笛子了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调子 前辈你在家啊 太好了 我们可以进来吗 啊 小雪 快进来吧 今天怎么有空跑我这里来了 小雪 这院子 这院子也太恐怖了吧 好多强大的视线 我怎么有一种 被看光了的感觉 放松一点 这前辈同意我们进来的 他们就不会为难我们 前辈 其实这次是我朋友想拜见你 所以才特地来打扰 前辈 前辈 果然和小雪说的一样 好高深的实力 我还以为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没想到这么帅 姑娘不必多理 所以就好 虽然已经习惯被人叫前辈了 但我真的没有半点实力啊 哥哥 他们是谁啊 前辈 这位是 这是小灵儿 是我的妹妹 小灵儿 你叫他们姐姐就行 姐姐好 不愧是前辈的妹妹 好巧强的实力 但是 好可爱 虽然挺好看的 但盯着看总归不太好吧 还是接着是我的笛子吧 这笛声 接着是我的笛子吧 这笛声 忽然涌上来的感觉是 动物前诈 不对 明明没有运转功法 就已经在动物当中了 这笛声里面有好高的道运 只听了一会儿 我的伤势就好了大半 没想到这人不光实力恐怖 还有这种通天的手段 难怪这院子里这么多神器 原来是这种曲子听多了 那只要待在这里 我岂不是又成为神器的一天 我这里不走了 我要成为最强的神器 闭嘴 跟我在强角站好 好的大佬 是的大佬 是的大佬 好听 是吗 那太好了 只是一首曲子 我就惊奇了这么多 看来我还是没能了解到前辈真正的强大 元一五层 元一九层 多谢前辈的机缘 机缘 我没给你们吃饭的 前辈 此番大恩大德 我以为宝 我 不能 不能以身相许 这些修炼者的怎么想的 动不动就张口要以身相许我一个凡人 难道 真的是因为我 太帅了 人生第一次表白 将辈可断拒绝了 过后那也是一国公主啊 好了好了 毕竟前辈是仙人 看不上我们也是正常的事情 我们 难道你也表白过 当然 当然没有 我怎么好意思说这些话 反正 你也只是缠前辈的机缘而已 能听到那么强大的曲子 就不要在意那么多了 对了 说起刚才的曲子 这是我和我父亲上次参加拍卖会时 拍下来的藏音时 能够录制声音 刚才前辈说要演奏 我就偷偷录下来了 真的 你可太聪明了 我们赶紧找地方听听看吧 居然真的有用 只要一直听下去 岂不是很快 就能成为仙人了 再来 今天我们就一举突破 什么鬼 居然会爆炸 难道是一次性的 我也是被姐妹发现了 再惩罚我们吧 这些黑衣是什么东西啊 不对 这些东西会腐蚀衣物 等待了 好但我也是王国三大天才之一 别以为丢下我 我就没办法 为了方式和公主走散 幸好之前就在公主的衣服上 设下了追踪树 要找到你们 还不是一如犯常 不会还停在那个位置不动吧 已经好久了 他们的位置什么时候消失的 你们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把头站过去不准看过来 信不信我灭了你 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他们实力迅速提升 一定和刚才长时间停留的地方有关 必须去看看 这个院子就是他们之前停留的地方 看上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啊 这些都是什么怪物 光是威亚就让我动弹不得 浑身都像是在被鞭打 这感觉 感觉还不错 他不会是兴奋了吧 我怎么感觉这小子的血液在飙升啊 我的娘来 这小子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今天挖了不少山药 待会儿我给你做小零食吃 好耶 啊 卧槽 怎么又鬼一个 被 被判倒的 我这门槛也没那么高啊 兄弟 你没事吧 起来 别跪着 竟能一下子卸掉我身上所有的压力 看来是院子的主人回来了 半姐前辈 勿判其微院子 还望述罪 兄弟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慕容公他们家的亲戚 对吧 你们家经常来我这串门我也习惯了 别放在心上 前辈果然神奇妙算 小雪不可能提起我 前辈既然看一眼就能知道我的信息 这等突野能力 实在恐怖 神奇妙算个鬼啊 你们全家上下一个逼个有毛病 而且每次在我院子里都满头大汗的 感情这剩虚也是家族遗传病 哥哥 我先进去了 好 既然 还有一个 小女孩看上去也就十二岁左右的年纪 居然有如此实力 前辈 你给我适可而止 别谁都叫前辈啊 快起来吧 你身子虚就不要绷得太紧 修炼也要注意劳以结合 而且你身形本来就不满 不要动不动就下跪 男儿膝下有黄金明白吗 多谢前辈 膝下有黄金这是何点过 而且是我身形不管 莫非前面是看出了我的缺险 我虽为王神三大天才之一 与其他两位修为相亲 但一直被其他两位打压 换你老子 最根本的差距 我没有能够提升身法的武器 刚才那一句 难道是前辈在指点我 膝下 凝气下沉 续于小腿 黄金 转气上缝 相处真心 这难道是修炼者的武器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呀 成功了 我自创的武器 虽然是得到了前辈的指点 但这可是只有 肚子气的人才可以达成的伟业呀 喂 回去注意劳易结合 多补补身子 刚跪太久 血液不循环 你别动太狠啊 小心出问题 出问题 前辈是看出了我武器存在问题 需要保持灵气的循环 多谢前辈指点 提醒你补肾 也算指点 请提醒 西瓜 怎么又是西瓜 你确定宝贝就在这附近 已经有多少大物 前往这里探查 这里的修炼者 是不是变多了 彩刀 这附近出现的修炼者变多了 一定是因为你那一击找上来的 要是这些人探查到这里 肯定会有很多人在这附近落脚 打扰到这里的平静 菜刀 你看着办吧 没错 都是你自己惹的祸 自己解决吧 我也没想到 这方天地的先帝 弄出来的秘密光柱这么垃圾 这绝对是我遇见最垃圾的先帝 而且主人没开口让我出去 我也出不去 怎么解决 最垃圾的先帝 大佬说话就是不一样 对 角落这位 小拉姐 帮我办一件事如何 大大大 有事您吩咐 我绝对办得偷偷叠叠 别紧张 也不是什么难事 看你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画形和仙气的本领应该能用上 你就出去装作那一击是你打出去的 然后想办法把那些来探寻的人引去别处就好 虽然是沾了我的光 但这可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哦 什么扬名立万 还不是想让我背锅 收到 大佬鹦鹉 我这就是完成任务 应该能一直找大陆进行 这三方肯定很多 如果追寻被破坏的山峰 肯定能锁定到阻尽 而这里又有一个被秘境光柱 轰平的废墟 并会成为他们注意的区域 在这里大闹一场 你们看 人形气凉 仙气 来那一道攻击就是他发出的了 原来真有宝物出事啊 仙气呀 这要是能得到他认可 岂不是俺能无敌大陆 可是要怎么才能抓住 各位 我有一个办法 此宝物 名为困仙阵 需要大量灵气 才能驱动 各位都是大乘气的高手 我们联手驱动此宝物 困住仙气不是问题 随后 仙气择谁为主 就看各自机缘了 各位觉得如何 好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既然你愿现出宝物 就依你所说 我们联手困住仙气 困仙阵 有点意思 好久没想到这东西了 我就好好期待一下吧 怎么还不行啊 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我的灵气也枯竭了 收下了 这是我最后的灵气了 你们还没充满灵气吗 好无聊啊 要不我下去帮他们充满 使用的法器 我的灵气也快被榨干了 幸好仙气还没离开 只要坚持下去 掀起任我为主的机会就追 成功了 才怪 到我表演了 成功了 才怪 蚪蚁们 我的强大 也是你们所能想象 我不杀蚪蚁 而且不妨告诉你们 我之所以下凡 是要找一个与我有缘的主人 一个月后 大陆中心处 我会在那里现身 与我有缘着 我不建议祝他成为这世间第一 就连在仙界 我也能让他拥有一席之地 这样说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反正 太强了 只要把他们引死就对了 那气息简直压得喘不过起来 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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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裤子湿了 走 回去把这消息告诉宗门 一个月后 举纵前往大陆中心处 没错 要是不小心被这仙气选中 未来可及 天地太大 无论实力还是势力 我本以为自己在凡京已经没有敌手 现在看来 真是可笑啊 好几百年没回老家看看了 也不知道那座小镇还在不在 我记得就是在这附近 大佬 事情已经办妥了 那些凡人羞耻应该不会再来了 按时效率还不错 不过我得提醒你 主人快回来了 出入院子千万别被主人看到 以后你变成普通的武器就行 否则小心灵体米 难道被前辈看到我用出心理 前辈就会灭杀我 小灵儿 你先去把剩材洗一下 我去准备点柴火 好 奇怪了 上次在小镇里买的斧头放哪里去了 前辈身上的稻子运力怎么消失了 难道是修炼者太多就隐藏起来了 诶 今天就用你来试试吧 诶 是啥 砍树 没想到这里还在呀 几百年过去了 爹娘已经去世很多年 我也已经老了 但回到这里 还是能回想起以前美好的日子 我这是 稻心得到了提升 瓶颈似乎消失了 稻心原来如此重要 以前我以为刻苦修炼才是王道 原来一直都错了 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爹 娘 孩儿走了 一定会像当年跟你们保证的那样 成为这大陆最强 那是之前那把仙器吗 不愧是修炼者的武器 砍树就是方便 那人在拿仙器砍柴 难道是我刚才被打击太大了 像我在仙界仪式英明 没想到有被拿来砍柴的一体 幸好没人看见 啊 这老头怎么在这 不是错觉 就是之前的仙器 什么 老人家 就这么随手扔了 小伙子 你为何拿这样的武器来砍柴 这玩意儿没什么用啊 就拿来砍柴了 没 没什么用 这可是仙器啊 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去我家坐坐吧 我先去把那捆柴收拾了 呃 此人虽有一股出尘脱俗的感觉 但是身上看不出丝毫的修为 看样子是个把仙器 当普通武器的愣头青 难道仙器认它为主了 为什么 可即便认主被拿来砍柴 怎么可能没有脾气 嘿咻 老人家 能不能拜托你帮我拿下那把剑 诶 我 这不好吧 嘿嘿嘿 没事没事 小心不要被割伤就好 这是被削伤的问题吗 我怎么感觉 碰他一下 他就会弄死我 但如此仙器 谁不想拿在手里 拼了 可也死 可也死死死 我错了 我错了 是你主人让我拿的 呃 行了 刚才忙活了半天 嗓子有点干 嘿嘿嘿 跟我来吧 竟然能让兴起如此听话 到底是何方神圣 小灵二 有客人来了 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爷爷好 你 你好 好看你娃子 之前把这西瓜切好了吗 爷爷好强 拿出来 我们车带一下爷爷 可是那个西瓜不大 还不够我一个人吃 听话 不能这么自私明白吗 哦 嗯 强 劲 我这 敢劲吗 那 那个 前辈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重要的事 时候也不走了 所以想先行告退 有重要的事 这么突然 没错 就是这么突然 就是这么紧急 那我也不强留了 但想问一下龙老 有没有听说过 能降温的宝贝 降温的宝贝 我那里就有一块 不过对前辈来说 可能不算宝贝 区区镇头之宝而已 只要能降温就可以 不知龙老 有没有将其卖人的打算 前辈实在太客气了 这东西对我没多大用 如果前辈要 我宋宇前辈便是 明日应该就能带过来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 要不龙老 你还是吃个饭再走吧 这 晚辈真的还未要紧事 那就先告辞了 看来真的是很急啊 耶 哥哥 哥哥 起床啦 小铃儿 这才多早啊 让哥哥再睡一会儿 哥哥 说好今天带我去买裙子的 是个饭 是个饭啊 没错没错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收拾一下就出发吧 前辈终于出门了 一直绷着我 也终于太累了 又来 当然昨天处理的不是太好啊 得让大佬满地才行 大佬们 有些小杂鱼没起里干净 我去去就回 小铺 有些不妙啊 奇怪 明明是在这周围 大闹了这么久 怎么一个都没 我就说这个凡间 怎么出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果然是你啊 这不是精灵仙气吗 好久不见 你是 你是薛月松的人 如此多的凡间 即便找对了凡间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精准找到我的位置 你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一早就对你的气息 做了记号 只要你使用竖法 无论在何处 都能通过竖法 昨天对你气息的位置 你可太小看 我们对你的关爱 同住了 相同 捕灵阵 估计嘛 这可是专门为你 捕灵阵法 当然是有些 要不是这破阵法 封住了我的灵气 凭你们这些垃圾宗们 可奈何不了我 随便你怎么说 或是垃圾又如何 不能让你无力反客 当然 看不到边界的实力 就连我 也处不可及 即便吹随左右一种奢望 而你 不过是个彻头彻尾 连垃圾都补足的败类 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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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果然 还是不够渴 可奢望 再烦心一息 就此结束 只把心灵想救我 可奢望 早就知道就出事 彩刀 没有主人的命令 我们不能出去 我知道 彩刀 你知道规矩 擅自离开院子 轻则沦为繁物 重则神行俱灭 我知道 但是他是不派出去的 即使这条命违了 老子也得救他 什么人 好强的鬼呀 究竟是什么境界 这一诺 神佛都得跪 一诺 神佛都得跪 你一个小小的仙缘戒 也配动我的手下 大老 这种垃圾阵法 也能把你困住 你还真是不折不扣的小垃圾 我可是 仙剑薛月宗的长老 毕竟能对我出手 凭你眼 大老 你怎么出来了 闭嘴 跟我回去 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请大人宽恕 下不为例 报告送主 周固的命牌爆开了 今天玩得开心吗 这么一大包 可都是你的新衣服 今天很高兴 拜见前辈 龙老 怎么不进去坐着 你不会一直站在这里等我吧 前辈不在 我不好进去 我把前辈要的东西带来了 此物是天玄冰晶 效果正和前辈所需一样 好厉害的东西啊 以后龙老来了 直接进去坐着等就是了 多谢前辈 帮我这么大的忙 昨天龙老走着急 这一次 我一定好好招待一下龙老 刚才感知到的仙人镜 为何我夫人感知不到 莫非在这破院子里 难道这是 前辈感谢我送的天玄冰晶 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好用 早就想要个冰箱吧 西瓜还是冰镇的好吃 龙老 别客气 这 不准仗盯着客人 冰镇西瓜不能吃太多 会拉肚子的 龙爷爷请 多 多谢 茶和饭菜都那般神奇 这块西瓜又该如何 可那块普通的西瓜 怎么会有如此效果 闻神年糊不得好难受 什么时候才能洗啊 多谢前辈所思机缘 不能大队 打得无以为报 以后有任何需要 在下定竭力而为 在下现在有钥匙需要去解决 就是这么急 这位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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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子是 擅闯院子被惩罚了 抱歉老哥 我现在没空 大人快突破至地仙境下了 可以无相的强大 喂 家里有厕所不用跑那么远 什么 那 那是 大道之心 难怪院子里全是这种恐怖的存在 原来 我误状了高人的宝地 可这样的高人 在这凡间是为什么 先帝密闻 其在 大道之神者 头身通闭 没有瓶颈即可 以神为棋子 以万简为棋盘 前辈正在和另一位超级强者 以主护为女友 斗鱼 进了够了 直接突破 难道 身上而无以为生人的棋局 我是 前辈的一个棋子 老哥 你没事吧 不可能 又是修炼者 老哥 这门坎我改天换一下 有没有摔伤啊 穿着这么黄 他不是什么大势力的贵人吗 我可惹不起 在下苏易 拜见起了 等等 苏易 莫非 你是来找苏灵的 我女儿 我女儿 真在里面 这 怎么舍不得也没用啊 毕竟是人家父亲找上门 我若不给人 那跟人贩子有何区别 快起来吧 苏灵就在屋里 小灵儿 灵儿 看看他是不是你父亲 嗯 不是 没见过 没印象 灵 灵儿 真的是你吗 我不认识你 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小灵儿的父亲 这 贝的妻子 按理来说 他应该更成熟一些 可小灵此时的模样 是和以前一样 所以 我才怀疑 你连自己女儿都不记得了 我开始怀疑你的身份 既然你说自己是 那知不知道小灵儿身上 有没有胎记 在哪个位置 有 灵儿脖子后面 有个雪花样的抬起 什么 这一步 还真是小灵儿的父亲 小灵儿 你真的对他 没有一点影响吗 那你想不想 继续和哥哥待在一起 想 小灵儿还是没有 关于你的记忆 或许 是在你们分开后缺失的 你不介意的话 就让他继续待在我这里 他也正好是在学习的年纪 我会好好照顾他 也尽量把我的学识 统统传授于他 贤辈要对灵儿轻能相受 这不光治好灵儿 还要给灵儿如此的恩责 那灵儿就拜托前辈了 我替灵儿多谢前辈 我替灵儿多谢前辈 你不用这样啊 莫非他听说过我的镇上教书 还是我会有太好 居然突破成功了 终于到了第仙境 这位道友 恭喜突破 拜见前辈 刚才突破紧急 没有尽到礼数 还望恕罪 不必客气 你我都与前辈有关系 若不嫌弃的话 叫我一声老哥 我喊你一声老弟 如何啊 此人气急 甚至比前辈的那把仙气还高 不亏 老哥 好 老弟你刚到敌仙境 就离仙英境 只有半步之遥 相必得到了前辈的指点 我可以肯定 你很快就可以突破到仙英境 到时候就该飞升了 这块令牌 就当做见面礼了 以后你若飞升仙境 凭令牌 随便找个大典的势力 或者去大典的城市 或者直接去仙帝国度都行 到时候很容易找到我 多谢老哥 对了 老弟名为龙傲天 还未请教老哥怎么称呼 好说好说 我名苏义 在仙险 人人称呼我为 霸天仙帝 霸天仙帝 没想到 真的见到了千年未见的龙儿 虽说缺失了记忆 但在前辈的谋处下 一定很快就会恢复 允许我一个月谈一次 前辈真是好人的 没见仙帝 这家伙 居然找上人来了 有事 不知道 仙帝有没有找到苏灵仙子 没见到 什么 没有 仙帝 要不我派两人 下次帮仙帝找找 定就在那反解 滚 赵坤 我提醒你 从今日起 你再敢来我住处 我见你一次 杀你一次 而且 不管你找仙器还是什么 要是我知道 你们总有人敢下去 我灭你满宗 懂 懂 懂了 自院子柜这个时候 觉察到了精灵仙气的气息 幸好前辈没有将他的过错 钻在我的头上 还想和我共享天地 祖母 如圣天赋 居然是如圣天赋 都给我安静 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就算是如圣天赋出事 也不能丢了我们 淑珊贤渊的气质 懂吗 所以 如圣天赋在哪 笑声郭子某 拜见院长 此人便是如圣天赋 真是如圣天赋啊 子某 你是从小自己学习 还是有恩师指点 学生十三岁开始学习 这四年来 一直请教镇上的陈先生 这位先生学识渊博 万能通天 如果他有修为 我甚至觉得 他就是如圣在世啊 那你 有在他那里 记下他做过什么诗词吗 可都来听听 陈先生做事无数 我就念一首 先生送别时送给我的事吧 不知道是哪个山野毛风 运气好 捡到了这块宝 日后成就极限 可得他如胜 千万里叫些乱七八糟的 给我毁了 暂时 得好好给他纠正错误 少小离家 老大回 相音无改 病毛衰 儿童相见 不相识 孝问客从 何处来 这十句好高山的学运 年少离家 耻末而归 竟这四句就写下了人生一老 世事沧桑 还真打娘的事如神在世 院长 你口中的陈先生 绝对不简单 你应该知道他住在何处吧 我觉得 我必须要去拜访一下 如果可以 我们学院想请他指教 不不 让他来到院长 现在就出发 你这明明是想玩死我吧 只能找个机会 抱着脸皮 去问问慕容公他们了 陈先生在家吗 子墨 陈先生好 你不是去光中城了吗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这位是书山仙院的院长 是他带我飞回来的 说是想要拜见一下 陈先生你 书山仙院院长 子墨不可能骗我呀 那可是大陆的顶尖人物 得进了好礼数 千万不能得罪了 晚辈真胆疼 拜见前辈 又来一个 而且你真胆疼了 就不要鬼了 等等 慕容公他们就算了 为什么这大陆顶尖的人物 也要叫我前辈 还下跪 难道我什么时候无敌了 真院长 我有件事情想问一下 你觉得我很强吗 前辈神气了 难道前辈隐居在此 是要偷偷挖掘 惊世天才 不让别人知道 或者是前辈推算出 我想让他去书山仙院 织成院长 扰了前辈修心 还请前辈受罪 扰命 这院长何至于此 你如实告诉我就好了 既然让我如实告知 那就 一点也不强 看不出丝毫修为 前辈在我眼里 就是凡人 那你搞这么大动静干嘛 是真的淡疼啊 前辈叫我淡疼 或者小疼就好 不必那么客气 听上去是真的疼啊 我还是叫你疼老吧 院长 你的手为什么在抖啊 是不舒服吗 此番剪刀 已经满足 前辈再见 没有细杀 看来前辈是放过我了 还好我会得快 不然忍过了前辈 后果简直不可想象 不 也许是子墨的原因 不光是如神天赋 还与前辈有关 一定要重点奔养 莫非是此面 给他面了我教的诗 他以为是我 身为我是文坛大师 所以形成精养 可这也太过招了 算了 还是想想任务该怎么办吧 对修炼一窍不通的我 居然要建立宗门 简直开玩笑吗 去镇上买几本关于修炼的书吧 段老板在吗 我来买书了 陈先生来了 你已经很久没来光谷本店了 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确实有点时间没来了 最近生意如来 唉 还是老样子 没意思 没意思 每次说到这事 你就岔开话题 这书刚有 怎么感觉你这什么书都有啊 那是 也不看看我这店什么名字 给 不说你钱了 就当定情信物好了 多谢了 出去我一定帮段老板 好好宣传这里啊 不用宣传 你常来就好了 怎么感觉每次来这里 都会被段老板调戏呢 虽然段老板 确实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熟悉的感觉 段老板 难道陈先生改变主意了 准备去我回家了吗 段老板 你又在说笑了 我是想说 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有机会去我家里坐坐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 那就多谢陈先生了 有机会一定去 慢走 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眼熟而已 又不能说明什么 抱歉 实际还未到我 哀 修行意外所获带来 修为提升 方为机缘 原来机缘对修炼者 就是机遇的意思啊 那慕容公他们天天来这 挂在嘴上的机缘 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来我这里吃一顿饭就能破 扯淡哪 吃了天才地宝才会有一丝丝突破可能 家里里面都是镇上买的 这要是天才地宝的话 那这个小镇还得了 看来他们是真的喜欢茶和我做的饭菜了 觉得好的像机遇可遇不可求 而龙老那般客气 说明他地位应该很高 吃过这种好东西 所以见怪不怪 不过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询问慕容公 顺便也得问问建立宗门的事情才行 前辈在家吗 这么巧 小雪你来得正好 我有一件关于建立宗门的事情要说 你看能不能帮我转告一下你爷爷 希望能商量一下 前辈已经算到我的来意 其实这次前来我是为爷爷传话的 想问问前辈 关于我们靠山宗和幻月宗 合并新建宗门的事情 前辈觉得如何 如果可以 我们希望前辈给宗门取名 如果前辈觉得不好 我们果断打消这个念头 这么巧 我真的可以取名 当然 这个宗门还是前辈当老祖 所以整个宗门都是前辈的 名字里应前辈来取 那正好 关于宗门名字我也考虑了一下 你觉得平安宗这个名字如何 希望不会觉得太土了吧 好 好名字 没想到前辈愿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 以后这宗门一听就很平安 这算拍马屁吗 我怎么感觉我说什么 他们都不觉得好 而且这巧合也太奇怪了吧 小雪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你们一直管我叫前辈 同时还这般客气 究竟是为什么呀 当然是因为前辈修为强大了 修为强大 可我真的只是个烦人啊 我怎么忘了前辈修信的事 深刻就把宗门的事说出来了 还是搞不懂 感觉再之外下去 又得跪下一个 就此打入吧 修建宗门的事就麻烦你们了 吃了饭再走吧 不啊前辈 以前是我们太贪心了 藏医师那次我已经吸取了教训 我们往后绝对不会再贪图机缘 你说的机缘就是那些饭菜 对不起前辈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搞什么呀 问了一堆感觉问题更大了 还说我很强 我要是真的很强就好了 你真的可以对我负责吗 当然 我对你的心 那天边明月可见 我对你的情 那下落的陨石都可以说给你听 嗯 卧槽 下落的陨石 哎 快跑 快跑快跑 那是 那既然是红色去陨石 狮子大脚便可让一方人福泽无数 这块居然如此巨大 看样子是这方世界探寻到前辈的存在 朝着前辈去了 不知能否有心看到前辈出手 怎么又来了 主人又不小心泄露寄运了 这次好像更大了 小金鱼 交给你了 那就看好了 有条龙 在前辈的院子里 不过这样看来 前辈对这陨石是另有安排 被砸中的那家 被砸中的那家 之后恐怕要成仙了 仅此一夜 千语皇国瞬间崛起 千语公主 觉醒超强体制 成为大陆绝顶天骄之一 太上皇成功突破 王大成境 一个月时间 千语皇国 便更名为千语帝国 成为大陆 高级势力之一 这就是这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 本以为 和我们这穷乡僻壤 没啥关系 谁料 前几日 千语帝国的公主 带人来 说这附近有宝藏 让我们配合挖宝 他们最高修为 是渡劫期 我们没办法反抗 本来基础部分 已经修建完毕 但 我们和幻野宗 都在被他们征用当中 所以 在短时间内 是没办法完工 等等 这么说 资门修建的事 被搁置了 没错 任务期限 还剩下半个月 怎么偏偏 这个疾谷也出现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对了 书山仙院势力 应该比帝国强吧 我拜托他们出手 应该可以解决 前辈愿意让 书山仙院出手 不对 我没有 疼老的联系方式来着 对了 苏灵父亲看起来 像是一方势力的大佬 或者权贵 应该也可以 前辈 前辈还认识其他势力大能 也不行 苏宜半个月前才来过 还要等半个月后才行 前辈 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 这样搞 心脏会骂停的 走给我卖力些 没吃饭吗 街边的老太婆都比你们有劲 怎么 不服啊 不服的话 要跟我宣堂这位打一架吗 你要的瓜 还敢甩脸色 你也就这点用处 开个瓜都这么慢 顺利的人果然是一帮废 怎么 你也不服 不能生气 不能牵连到祖门 小雪 爷爷 前辈那边怎么说 前辈那边不方便出手 恐怕是另有安排吧 这是地震了 是把无聊出事了 这是什么 等等 这是黑椒 你给我站住 住手 有老夫在 你休想杀人 是天尊楼的老主 老主 我是千语帝国的公主 快带我离开这里 这女娃子 还真以为我不在这里 就不知道她这几天 都干了什么破事 上层过后 一直没机会出手 大中期天封的妖兽 正好练练手 我的娘杀人了吗 而且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人了 我信佛的好不好 即便如此 他们本无罪 要生他们 我也得阻止 呸 我说过要杀他们了吗 我就出来晒晒太阳不行吗 就你事不 不服啊 老子当初可是阴死过仙兽的 别以为修为比我高就了不起啊 你他娘的不是妖兽吗 这一步耍爱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失去残暴点 我斩上起来也没心理负担啊 前辈 死骄龙明显是怕了你 所以撒这般嘴皮 恐怕在前辈走后 就会将此地的人绝不屠杀 才去祸害别处 所以应该赶紧杀了他 想拿我当刀使 好一个千语帝国 我不知你父亲如何 但看你这般样子 我觉得你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 小女娃子 记住 有些东西可以是别人给你 但非要作死 那位存在也可以把东西统统拿回来 你好自为之 很好 天尊楼是吧 总有一天我让你们 好想再说我坏话吧 不要啊 想把我天尊楼踩在脚下是吧 因为是前辈的七运石 我才对你们放纵 以为前辈有意安排 看来并非如此 来人 属下在 拜见楼主 即刻起 发动天尊楼所有成员 以及所有合作势力 全面打压千语帝国 并且威胁所有和他们合作的势力 与时合作将是我天尊楼死敌 我要他千语帝国一夜回到当初 能做到否 情而易决 对了 顺便给我向他们帝君带个话 你有一个好 龙老 你来得正好 你可知道千语帝国的事情 前辈神奇妙算 此次我正是为千语帝国一事而来 他们行迹恶劣 过于嚣张 于是我动用手段 一夜间将他们尽数打压 此次前来正是为赔罪而来 啊 已经打压了 没想到龙老 你还有这等手段 打压的好啊 不过 为什么是来赔礼的 这 龙老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 一开始你叫我前辈 我并不在意 以为你和靠山宗那些人一样的 但你可又能打压帝国的本事 为什么也要叫我前辈啊 前辈这话是想试探我 难道整个清语帝国崛起 并且放任发展 都是前辈为我准备的考验 既然是前辈想让我说出口 那当然是因为前辈很强 原来如此啊 懂了 多谢龙老了 待会我还有事要忙 今天就不招待你了 没 没事 打压一事 在下也有诸多事宜 告辞 再见 幸好前辈似乎没有生气 看来我猜的没错 这一切都是前辈对我的考验 系统 你给我出来 干嘛 我一直奇怪他们为什么对我攻击 我差点都以为自己很强 但你每次都说我是弱鸡 现在你要怎么解释 那你找人跟你对打试试啊 要是你能打赢 我道理去想 我还就不信了 今天非要看看你怎么吃 我找谁是呢 慕容一家子见到我就攻击得不得了 更别说跟我动手了 可是要去找地痞流氓 万一我真没实力 岂不知后被暴打一顿 该找谁呢 有了 小灵儿 帮哥哥一个忙呗 跟哥哥打一下试试呗 我去 这 主人 你这也太无耻了 你就用那根竹竿当作武器 没问题吧 这倒是没问题 可真的要打吗 当然要打 我先把衣服脱一下 可是 哥哥 你真的要把那件衣服脱了吗 万一打疼哥哥怎么办 没事没事 你放心出手 只是衣服弄脏就不好吧 小灵儿这年纪打人来有多疼啊 我就不信连他都打不过 那好吧 准备好就开始吧 多 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没准备好而已 小灵儿力气这么大 而且我居然没躲掉 不会真的跟系统说的一样 我弱得连小女孩都打不过吧 不可能 再来 再来 谁在说我强 我跟谁急啊 现在宿主相信了吧 你闭嘴吧 我想静静 我见解是谁 这可太老了 看苏伊的样子 灵儿恐怕也是修炼世界的孩子 力气比普通小孩大大也正常啊 哥哥 你真的没事吧 可我居然比小灵儿还弱啊 但老老也没理由骗我呀 难道 我是一个bug 那本修炼书上写着 修炼之人能靠气息感受到对方实力 我虽然真实实力比苏灵还弱 但因为这个bug 他们在我身上感受到了很强的气息 所以见我救救前辈 我说自己是凡人 他们还不信 那以后 我岂不是可以忽假虎威了 那以后 我岂不是可以忽假虎威了 小金鱼 今天那只黑角是不是有你们龙族的气息 但感觉很奇怪 他体内龙族血精很多 却又没有完全利用 他应该是吃了一条等级不错的死龙 估计是被神界的那群垃圾打伤 不小心掉落在了这凡间 被他正好撞见吃掉的 他没办法自己吸收 不过 又是有空没空待在我身边一下 倒是有机会完全吸收完龙精 成为真正的龙族 那要不要抓回来培养一下 以后多一个跑腿的 赞成 赞成 既然如此 小垃圾你跑一趟 逼他吸收了这东西 让他话形好再来这里 他要是不听话的话 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明白 我这就去办 别紧张 我不是来灭你的 你应该知道 躲着是没有用的 大佬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终于也有人叫我大佬了 是我说错了什么吗 那个 你刚才叫我什么 大佬 大佬 大佬你别玩了 说回正事 有一群大佬 想要收你做跑腿跟班 我也很贴心地 给你准备了两个选择 一 是答应 二 是被你测译的自己答应 你自己选吧 这明明是一个选择 你不 服服服服 我答应 算你实相 把它吃了 这气泡里 居然有着如此纯净的龙气一样 一瞬间 就让我吸收掉了体内十分之一的龙惊 目前 似乎还抱喊着画形的秘书 难道我也可以画形了吗 为什么会是条狗啊 我不是在笑话你 还是想到了开心的事 开心 是 你明明是在笑 根本没听过 行了行了 跟我走吧 这就让你见见真正的大佬 大佬们 我们回来了 这 这是什么恐怖的地方 我以为 只是你被强悍的存在 没想到 整个院子都是 大 大佬们好 看来小垃圾调教的不错 哪里哪里 全是大佬教的好 起来吧 以后在这院子里面 特别是在我们主人面前 装得像一条狗一些 要是被主人看出任何端倪 我们就只能把你人道毁灭 何董 明 明白 明白了就过来吧 这里有你们的老祖宗在 也算给你一场机遇 老祖宗 你好呀 怎么回事 我是干嘛你 明年的路径就感觉背叹气了吗 别紧张 过段时间就适应了 很多拥有龙族血脉的家伙 见了我都会难受 就算是祖龙来了都一样 你算表现不错了 祖龙都会难受 大佬 您到底是什么存在啊 抱歉 忘了自我介绍了 在某个地方 很多人都管我叫圣龙 圣龙 我吃掉的那条死龙身上 有本龙族密室 我记得 在上面见过这个名字 仍于世界诞生之处 与无穷是共存 与天地万物共障 龙族真正的始祖 这样的存在 居然花生金鱼 带在池塘里 那他们口中的主人 到底有多恐怖啊 小龙啊 明天尽量让主人 收留住这条小A狗 知道了 桃树姐姐 这条小A狗